新闻水星 先来关心的来自家旗七的消息 家旗七一百空一年 春安康座对17号晚上10点到 离过7号晚上12点为止 总共是22天 17号会报由家旗七顶不允许清零教官 在今年春安康座是以治安平安 交通顺床和务务的行为主导 今年的春安康座对家旗七新隔39年 所以王农党就要安排到 许久母党传报演练 和对报到宜欢典表演员 我们事实上春安工作的每一次的教育 都有重点我们的主题 那今年的主题又更加有创意 因为今年正好是家旗市 升格30周年 那这一开始呢 我们回顾过去30年来 大家不断的累积许多的 我们不但是记忆 更是我们往前的动力 我觉得从这些历史 一一的再翻阅起来 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 在守护我们的城市的安全 然后不断的往前走 所以家旗市能够成为台湾的民主胜地 就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虽然由家旗市长民会 家旗市旗会 后被支付宝含各小团贵宾 共同教会 广景 憲兵 小红 民立总共165人 顺道车含 真红车轮量总共18台 旗车10台 所造成的方担定用 春安工作从1月17号到2月7号 总共22天 这几天当中呢 我想我们所有的军警销 全部会大力的维持 我们的治安 维持我们交通还有服务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真的很感谢 均警销大家的用心努力 让人民能够过着一个 非常快乐的春节 各位市警察局共调 建议村安港祖众与 治安平均 交通顺床 华部的省委主导 重点限定为 治安的国心 整顿交通的进心 华部民众的动力心 这次不断开发口 邀方家旗市彩虹部队